最近呢挺多人留言让我讲一讲时下热播的这个古装去向阳赋啊 这个不太好讲 因为人家上来就告诉你说这是个架空历史潮态的故事嘛 虽然你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东晋 为啥呢 王与马共天下嘛 但他把里边的什么健康改成健宁啊什么之法 反正这玩意也不太好说了 但是啊 你甭管怎么架空这个历史潮态 它实在错得太离谱的这些东西吧 也确实不太好忍 刚好我想说的这个不能忍的错误呢 还是人家上阳赋礼的名场面 咱看看这个电视剧里啊 他把上阳郡主的吉吉里 哇他拍的这个唯美哦 你说这毛茸茸雪白的大翅膀 这是啥唯密走秀呢 哎唯密不唯密的咱也不管了 反正就是为了好看嘛 关键是这个吉吉里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咋一点都没有拍出来呢 吉吉里是干什么呢 顾名思义 吉就是触吉 吉就是那个簪子 是这个女孩子把头发挽起来 盘起来才要插一个簪子去固定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这电视剧里面 从仪式一开始一直到仪式结束 张子怡的头发一直是披扇着的 我的天哪 他就是象征性的把一个簪子 插到了他的头发里边 你不能说啊 哎呀插进去就算了 这个玩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 其实你想想想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啊 咱们说女孩子的头发 什么样的发型让你觉得什么端庄啊 成熟啊稳重的 他就是盘着头的 对不对 你看咱们现在社会为了这个需要 他空姐的发型 因为空姐的工作的这个职业的要求就是端庄啊 稳重优雅啊什么的是不是 哎他这个文化的根源就来源于积极礼 这个电视剧里面倒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陛下 女子极极便当婚嫁 对就是积极礼过后相当于女孩子成年 她就可以谈婚论嫁了嘛对吧 所以玩起来头发 它本身就意味着可以谈婚论嫁 你看连高晓松的歌词写的都是对的 谁把你的长发玩起 后面紧接着就是谁给你做的嫁衣 哎呀我们以后啊 这个电视剧的剧组 拜托大家越是这种名演员的电视剧 咱越深入人心的名场面 就越把这知识做对点 你说行不行呢